小龙虾头部放大一千倍会找到什么? 最近收到很多粉丝朋友的私信 他们听说小龙虾的头部会有几生虫 想让我用显微镜放大看一下 首先我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小龙虾的头部一定要处理干净 因为里面有一些重金属、肝脏、肠道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几生虫之类的生物 很多小龙虾因为环境污染 多多少少会长有几生虫 如果吃到没有煮熟的龙虾很容易被感染 所以不管是初一吃小龙虾 还是在家里做都要经过高温处理才是最安全的 最后商机关注吧